大家好 我是可乐 又回到了熟悉的光影 今天的世界充满了很离奇的故事 里面的生物大小随机 今天的挑战目标就是 我到晚上 先带你们浏览一下这个世界 哈喽 大家好 前往跟进我 往这边走了 别走散了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巨人猪猪的领地 这里的猪猪都比原来的猪猪大了一倍到十倍不等 可以看到我们人站在旁边 只有到猪猪的大腿这么高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你变矮了 这些猪猪都是我们的饲养员 从小就为钻石长大的 所以长得标肥体壮 营养价值很好 这个猪肉的肉质里面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和多种微量的矿物质元素 而且重点是这么巨大的猪猪 却身胶体软易推倒 我们这边可以现场砍杀一下 好的可以看到不费吹灰之力就杀死了 接下来我们来到的 悬养下的巨养祖里面 这里的羊羊个个长得标肥体壮 这都归功于我们的饲养员 从小到大都是为了高质量的绿宝石 从来不含任何杂质 含辛茹苦的喂养倒壁 数目还大 这怎么还有一只衣类啊 这怎么会是啊 谁负责的这只小羊 你都给它吃了什么 没想到房东缩水了 这不行这不行 必须杀掉 不能放任它在这里影响家族精 然后我们来到地下矿洞 大家可以亲自感受一下挖矿的快感 因为马上就要进入夜晚 我们将要探索极其恐怖的领地 火把能够使我们变得温暖 不会因为害怕而瑟瑟发抖 终于夜幕降临 很多很多的小怪物开始从地上爬起来 所以大家一定要跟紧我的步伐 离我太远了 我也无法保护你的安全哦 看前面有只小僵尸 快上去瞧瞧 这时候小僵尸也发现了我们 兴冲冲地跑过来和我们打招呼 让我们也挥挥地达到热情地迎上去吧 哟哟哟哟哟 离我太远了 我也无法保护你的安全哦 巨大的小白 巨大的苦力怕 巨大的蜘蛛 巨大的 蛤 呃 这谁 你们挂了前野出了小攀兔了吗 最后带你们浏览下我族圣地 对的在我旁边的就是摸影人 不要怀疑 哇 哇 呃 摸影人没有变化